今天再有第十四届全国大选的选举成绩被法庭判胜选无效 那这回是彭亨州的金马伦高原国会议席 同时也是印度国大党口袋中的两个国席之一 在509大选中呢 国大党副主席西华拉吉只是以597张的VX多数票 在五角战中险胜行动党的马诺佳人 后来行动党候选人马诺佳人呢 就带着几名原住民的证人呢入兵法庭 指控西华拉吉还有当时候的彭亨大臣安南耶古 在大选前分发30令吉到1000令吉来贿赂原住民 让他们投票给国阵 那不过针对法庭今天的判决呢 国大党表明他们将会提出上诉 并且强调没有行贿 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吉隆坡高庭今天宣布 行动党候选人马诺佳人成功证明 国阵金马伦高原国会议员西华拉吉 在大选前派钱贿赂当地的原住民 因此有关的选举成绩无效 必须悬空一席 如果没有人上诉 金马伦高原国席将会迎来补选 今天早上9点左右 前教育部长马哈兹尔 已经连续第三天出现在反弹会 针对沙拉越学校太阳能供应合约案 录取口供 他在中午12点半乘坐黑色轿车 直接离开反弹会 没有对外发言 大马军方根据情报 昨天在吉兰丹一个郊区 发现了三把AK-47步枪 被装在蓝色袋子埋藏在土里 调查显示 这三把火力猛烈的步枪 相信是由走私军火集团 从邻国私运入境 目前当局还在调查 涉案人士以及军火的来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